如果你是富士用户 或多或少都接触过网络上的一些指数方案 包括我自己也在分享 但是你可能有疑问 到底这些参数是干嘛的 这些参数调完以后都影响了什么 同样的方案 同样的相机 为什么博主分享出来的原片就这么好看 我的就有一种说不说的感觉 甚至是不好看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探讨一下 富士相机里面的这些设置 首先期待你的关注订阅 哪怕点个赞也是对我有十分大的帮助 内容很多建议收藏再慢慢看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参数以后 你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指出色彩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图像质量菜单里面有很多设置 对出片色彩效果有影响的 除了胶片模拟 还有色彩效果 彩色FX蓝色 白平衡 动态范围 色调曲线 色彩 这一波的参数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胶片模拟 色彩和白平衡 动态范围 但这基本上是环环相扣的 第一部分的胶片模拟 相信每个富士用户都有自己喜欢的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CC和NN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情况下用什么胶片模拟会更好看 我就不一一讲解了 只说几个比较热门的 标准是绝对万能的 如果去旅游拍拍大好和三 那肯定还是标准的好 CC 对比度偏高 保护度偏低 扫接即时 小品小景 有阳光 就很适合 整体风格偏美式 建议蓝色占比比较高的时候可以使用 特别是有阳光照进来 效果非常好 英语天使可以直接降低曝光 白平衡偏向R-4 B-2 绿色会更加显近 避开一大片的白色天空 小景为主 NN对比度偏低 保护度偏高 个人觉得这个也是偏万能的 无论是拍人 还是拍小景 都是一流的 色调非常柔和 相机里的描述也做得很清楚了 高光偏琥珀色 建议 NN表现的肤色会偏软 绿色保护度偏高 红黄绿占比比较高的时候 会非常的好看 NC的话对比度也是偏高 保护度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在光线不重组的情况下 画面很容易脏 不同透 特别是绿色或者红色在画面中 占比比较高的情况下 建议在光线重组的时候选择NC 白平衡放在日光或者视情况而定 4800K左右 然后再偏移一点点 R-1 B-2 画面会非常有胶片感 了解了不一样风格的胶片模拟之后 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了 色彩和白平衡 涉及色彩的就是色彩效果 彩色FX蓝色 色彩 白平衡 对了 户外拍摄的时候电池不够用 我通常会用斯莫格的这一款 蓝闪电直冲相机电池 可以用Type-C线直接充电 避免直接插相机充电产生不必要的损伤 测彩效果 这里有三档可以选 光 弱 强 其实三档的调整差距并不大 只会影响到软色系的饱和度 至于什么是冷暖色系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我简单举个例子 也想展示今天的阳光是金黄金黄的 那么可以调整这个参数 让阳光展现出来的颜色更加软 而蓝色的天空不会因为你调整的这个参数而有饱和度的变化 彩色FS蓝色 它跟色彩效果其实算是互补的 刚刚提到色彩效果是针对蓝色的 而这一个是针对冷色系的 更多的是蓝色相关的颜色 我再举个例子 今天的天空很好看 我想让蓝色展示的更加薄和 更加显眼一点 那么你可以调整这个参数 天空底下的绿素 暖色的阳光不会受到影响 色彩 这里有富士到加士的一个区间选择 这个参数直接影响了整个画面的饱和度以及明度 加士的话 画面所有的颜色会更加浓郁 更加饱和 亮度更高 富士的话则相反 又举个例子 今天的这个画面颜色很多 甚至有点杂乱 那么我调整一下色彩到负二 整个画面就舒服多了 白平衡 很多人会忽略白平衡对出片的影响 选好合适的白平衡模式 重中之重就是白平衡偏移了 摇杆向右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图谱 上面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偏向的颜色 我再举个例子 今天的阳光很好 但是我想在画面里面加入一点点的绿色和蓝色 我就可以调到 R-2 B2 如果今天在室内我想要阳光照进来的更好看 但是又想让肤色带点红 那就调到R-3 B-2 等下这个都是可以灵活调整的 大家可以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 OK 接下来就是第三部分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相关的就是动态范围 还有色调曲线 动态范围有自动和DR-100-400 我直接举个例子 比如今天的阳光太猛了 把我的脸照得很亮 但是我想压低曝光的话 背景就很黑了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DR-100-400 它可以压低里画面中的高光部分 而暗部不会有影响 但是调节这个是会影响最低ISO的 DR-400的情况下 ISO是可以去掉640的 会增加那么一点点的噪点 但是不碍事 碍事的是 曝光没那么好控制 色调曲线 点开之后就是一条曲线 分高光和阴影部分 刚刚的DR动态范围 只能恢复高光细节 那么这一个阴影部分也能调节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可以调整的 特别是不用lock拍视频的时候 所以我基本上长期是高光-1.5 阴影-1 这样的话对比度就会稍微低一点 即便我们后期想做一定的调整 也是有空间可以操作的 而且ISO不会受到限制 低范围优先级 这个开了以后 上面两个参数都不能调整了 我觉得这个比较少挂一点 没有操作空间 还有一个必须要讲的就是清晰度 这一个我是不太推荐动的 因为出来的画面太锐利反而会影响观感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调整了之后 每一张照片都需要等待一下 好了 基本上参数都讲得很清楚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自己去搭配理解了 一定要根据自己身处的环境去调整 不是无脑之初就可以的 用广东话说就是 太松实反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期待你的一键三连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